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未来将会放宽入境检疫时间 从14天改成10天 让不少人担心会提高风险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搬出了疫情数据 表示自己是支持解封 虽然10天可以拦下超过9成的个案 不过还是可能有零先的个案 会因此溜进社区 以病毒共存的前提之下 还是得思考配套方案 虽然一开口先强调支持解封 但是谈到指挥中心 预计将入境检疫天数 14天改成10天 台北市长柯文哲跑出质疑 还是有一些人 在10天以后才被抓到阳性 如果我们入境的旅客里面 会到4%的是阳性 如果有一到两%的 它是在10天之后才被发现 14天降到10天 它还是有我们在相关本土的科学证据 10天内会被验出来的超过99% 那超过这个天数的相对也没有 基本上CT值也相对的高 风险相对的少 同样强调科学证据 不过可文哲认为 前十天虽能拦下超过90%的确诊 但要是缩短区隔时间 恐怕让领星的病例留进社区 这种地方明显不同掉 相较指挥中心 面对放宽管制态度坚定 柯文哲先把担心 说再牵头 既然台湾不可能永远守国 时间久了 终究我们还是要面对 以病毒共存的问题 明镜就要慢慢解锋 只是说在解锋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要参考 其他国家的经验 尽管松口妥协说要和病毒共存 但中央地方防疫态度不同步 防疫成效是否能达到最大化 恐怕打上问号 记者这么报道